嗨,大家好,我是Kenniky,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快点来聊天呐 哇,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我的感冒还没好 但其实差不多了啦,就是不怎么渴了 只是大家听得出来冰还是很重 然后有点鼻涕这样子 台北最近天气真的瞬间转连很多 大家在保暖方面真的要做好 早晚温差很大啦,才不会跟我一样 不小心就感冒了 然后,我觉得最可怜的是 也不能说最可怜 就是已经感冒了,结果还不是确诊 然后没有办法在家好好休息 还要到公司上班 然后吓死一堆同事 真的,而且我 因为我鼻... 我这个的症状就是鼻涕比较多 要去醒鼻涕 那我去醒鼻涕 我真的只能去厕所 不然 我没有办法在办公室里面把口罩拿下来 因为我真的太害怕 就是不是只有大家怕 我自己也很怕 而且平均大概一个多小时就要去一次 不然我真的会被我的鼻涕 就是我会溺壁在我的鼻涕里面 超恐怖的 那这次呢 我主要想要介绍这张专辑 我原本只是想要介绍里面 一两首歌曲而已 但我后来觉得 嗯,好啦 还是好好把这张专辑介绍给大家 那这张专辑呢 是在今年9月发行的全新专辑 维里安的明天再见 我老实说 原本没有打算介绍整张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是因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离专辑发行已经有点久了 它是9月的时候发行的嘛 那我今天录已经是接近快10月底了 发布的时候可能 可能这是10月底或是11月不确定 所以就是 距离时间有点久 我原本没有这样打算 要介绍整张专辑啦 但是我在前几天的时候 看到了不得不的MV 我就立马开启资料搜集模式 决定要好好的介绍这张专辑 不得不的MV真的着实有 惊喜到我 就是有 让我觉得哇塞 然后 没有想到MV会这样拍啦 那但是呢 在聊MV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这张专辑 就是明天再见这张专辑 这几年呢 威力安真的算是蛮高产量的创作型歌手 从2020年的Sounds of My Life 然后去年的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然后一直到这一次的明天再见 它等于是一年一张的跟大家见面 然后还中英混搭 就是让喜欢Weber的歌迷朋友 大大的满足了听英文歌的影 真的很厉害 那这次的明天再见专辑呢 主要是由再见这个主题贯穿整张专辑 那威力安的灵感来自于斯多格学派中的一句话 叫做Memento Moly Memento Moly呢 简单来说就是 人终将一死啦 那我们要怎么样的不留遗憾的离开呢 其实斯多格学派比较能 白话理解的感觉就是 心理层面达到完全的自我实现的感觉 就是不需要依靠名望啊 财富啊 甚至是身体健康 去定义我这个人获得了快乐 或是我这个人的成功 就是说我即使没有这些外在的物质供给 我的心里依然觉得我很快乐 那反之呢 就是斯多格学派的人认为 人如果一直追求这些外在的愉悦 那不是真正的成功 因为等到获得之后 人们通常啦都只会渴望更多 然后不断的循环 最后就不快乐了 而且主要呢 就是只要一旦这个人 失去了这些财富啊 声望啊 他就没有办法得到快乐的话 他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有点就是说 对这个世界我 我打妈一点都不在乎啦 我完全欣然接纳世界给予我的东西 那不管这个东西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这个个体呢 是身与其中 所以我必须得要去接受这个世界带给我所有的东西 我只要不被这些外在的事物影响到我的情绪 我就有空间 我就有时间去寻找 寻找什么 就是寻找那个能够达到我觉得幸福的某种形式 听得懂吗 是不是有点太梦幻了 就是觉得我觉得很像 佛教还是道教里面说的 无我的境界 现代人真的很难啦 我真的真的很难 而且 好就说我自己好了 我根本就是离这种思想十万八千里 完完全全没有办法触及到任何一丁点 的这个概念 因为怎么说 我那一裤就还是会想要买CK的啊 我看到专辑就还是会想要预购啊 然后想要买手表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要看 先看Citizen啊 生日大餐的时候 还是想要吃帝王蟹啊 对不对 而且 有一个蛮可爱的东西 就是我前几天跟我朋友看到那个大卫王好好 就是一个YouTuber 他是大卫王 他是大卫王 然后他去女仆 他去女仆咖啡厅吃饭 然后女仆呢 在送餐上来的时候 他会对那个食物施魔法 就是他们会说 买买买买买 我看我真的很想去叫 Q一下耶 就是我真的对女仆咖啡厅没有认真的了解过 所以我第一眼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哇塞太有趣了吧 你看 你看这就是 这是欲望的魔鬼啊 我注定要前往地狱了 斯多噶学派真的是 我没有那个慧根啊 好不好 我没有那个斯多噶学派的慧根 完完全全没有 我还是在那个物质的世界里面 打转 打混 这样子 反正这是 维里安这一次 在斯多噶学派里面 体会到的一句话叫做 Memento Moly 然后得到的灵感 就是说人中将一死 那 整张专辑贯穿 再见 这个主题 所以呢 回来到专辑的部分 这张专辑明天再见 总共有九首的歌曲 那都跟再见有关系 我大概介绍一下好了 第一首歌呢 不都是漫长的道别 再说 每个人的相遇 不都是漫长的道别吗 像是与家人朋友啊 甚至到宠物 总有一天都要说再见 都要道别 那 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去说再见 才不会更感伤呢 所以 如果 我浪费时间 那也只浪费在你身上 这是歌词里面讲到 超直观的浪漫 我觉得 第一首歌 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开头 我算是告诉大家说 不要等到时间快到了 我们才要去做珍惜 应该是日常生活中 就要好好的珍惜 的这种感觉 来自第一首歌 不都是漫长的道别 那第二首歌 第二首歌呢 找来格代伟填词 许舒豪合作写曲 然后一起和徐家印 合唱的不得不 也就是促成我这一次 想要介绍 威廉这张专辑的重点歌曲 这首歌呢 主要在说远距离 有很多不得不 要去接受的状况 或是失落的感觉 像是寂寞啊 孤单啊 时间很漫长啊 所以远距离 我自己也有 谈过远距离啦 所以 我大概能懂那一种 那一种寂寞孤单感觉 你想要 及时跟这个人分享事情 但是 等到你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或者是 你想要分享那个 心情已经没有 当下这么澎湃了 那 再见的部分呢 就像刚刚说的 比较倾向于是 每次热线完之后 要说拜拜的这种分离 也就是远距离一遍爱 你当然 没有办法每天见面 没有办法 晚上的时候见面 或者是回家的时候见面 所以真的是只有 每一次的上线的时候 就是两边一起视讯 一起通话的时候 可以分享彼此的感觉 分享彼此的心情和生活 那 每天 如果你们是习惯 你们的远距离是习惯 每天都要通话 都要视讯的 那你们每天都要接受一次 这样子的分离 就是因为你们不可能 24小时都一直通话着嘛 那为什么说这一次的MV 让我惊喜不宜呢 我现在就是给大家 四分钟的时间 让你们好好的去 看一次MV 我们再来聊 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先把我的podcast 暂停去看MV 那如果是通行的人 开车的人 骑车的人 不方便现在去看MV的人 我接受你们 先不要听这一集podcast 就你们找时间去看完MV 然后再回来 我们再来聊 好不好 我给你们四分钟 下去好好看一下MV 看完之后 我们再回来 podcast再继续聊 所以 说到这边 还溜着的人 我就当你们就看过了 我当你们看过了 或是当你们就不在意了 不在意被我爆哏 被我破哏 被我爆雷 爆哏 啥 爆哏是啥 告别 如果不怕被我 破哏 爆雷 我就当你们都不在意这些 所以我要讲了 那这支MV呢 邀请到 电影《当男人恋爱时》的 破译票房导演 英正豪来指导 那由MV二次创作的过程中呢 让这首歌曲 进入到更深的境界 导演英正豪呢 觉得既然是远距离恋爱的话 何不用最极端的例子来呈现呢 虽然这首歌是很轻快的R&B曲风 但是歌曲的故事内容 她觉得是可以更有层次的 那MV一开始是 女主角影星 躺在一张床上 那镜头拉远之后呢 发现她是躺在很像 家具店的空间里面 那有店员在帮她 介绍各式各样的家具的尺寸啊 或是一些家用品啊 但是你会发现 影星在做决定的时候 或者是要不要购买的时候 居然是用拔杯的方式 来决定要不要这样子的家具 或是这样子的家用品 那歌曲进入到一分半周的时间 维里安和徐佳寅饰演的角色 就分别出现了 那维里安呢 在这边 好我要曝根了 在这边呢 饰演的是一个纸扎师傅 一点一点的帮影星 逐其他所选购的家 徐佳寅呢 在这边是纸扎店的会计小姐 来计算影星选购的品项 总共金额是多少钱 到目前为止 眼尖的朋友 已经看完MV的朋友 或者是听我在介绍剧情的朋友 已经会发现影星选的家 并不是给人住的 而且在MV里面 他在算钱的时候 可以看到影星拿出 就是他在给徐佳寅算钱的时候 他坐在那个办公桌上面 那可以看到他拿出一张 男生的照片放在桌上 然后切着水果吃 还点蜡烛这样子 那画面接着走呢 就是影星看着维里安 继续帮他打造 他所选购的房子 最后呢 画面来到了晚上 影星坐在纸扎店的外面 面对着空旷的前方 那前方呢 是一圈围起来的熊熊烈火 正在燃烧着 那他手里拿起一份 体检报告 边哭边看着 上面写着是 肺腺癌B47 病人呢 正是影星自己 就是随着音乐进入维生 影星拿着病例 走向这座火堆当中 不是火堆当中 走到这个火堆的前面 那静止了将手上的病例 丢入火堆中 然后微笑着看着火堆 这样子 MV到此结束 我看到这边的时候 就是整个MV看完的时候 真的是瞬间起鸡皮疙瘩 真的 然后马上倒转 我在马上倒转 因为我觉得 哇塞 可能是有蹊跷你知道吗 然后倒转之后才发现 那个在影星直扎店里面 选购的 那个选购单上面啊 就是他给许佳寅 结账的那个选购单上面 所有的品项 不能说所有啦 几乎啦 几乎都是买双人的 像他的床是买双人床 沙发是买整组的 不是一张而已 那衣服男女都有买 鞋子男女都有买 几乎所有的品项都是整组的 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你会觉得 而且在MV的过程中 他有在画那个 人偶 他也不是只有画男生 他是男生女生都一起画 然后一起跟着大火 一起烧掉这样子 所以 就你会发现 他不是只是在为他 以示的爱人买房 他同时也在为自己买房 这大家有看出来吗 就是这样的远距离 然后在最后 埋了一个再见面的梗 我只能说导演你真的 真的很厉害 就真的很厉害 最厉害的那一种 而且也因为这个MV 让这首歌 又更符合威利安 想要传达的概念 就是贯穿整张专辑的理念 就是再见 我其实自己对生死 最近真的蛮有感觉的 我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今年三月的时候 得知他妈妈癌症复发 当时医生的诊断是说 大概就只剩下半年左右的时间 这样子 然后 上个月又 跟他有在继续做联系 那得知他的妈妈还在 只是情况越来越不乐观 然后我也是有稍微的安慰他 然后提醒他 尽可能的去问一下 妈妈最近有没有什么 想要去的地方 就是 好好陪伴 妈妈走完这最后一段路 虽然当然会希望说 就是 能够痊愈 或是 能够好起来 但 我知道这半年来他真的很辛苦 就是每天定期要在妈妈回诊 化疗啊 放疗啊 可能都需要去做 那 又要工作 又要赚钱 又要照顾妈妈 其实 我知道他的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我那时候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 真的很想哭 但我知道 我不能在电话里面哭出来 因为 真的想哭的人不会是我 我希望他可以坚持住 到整个事情结束完之后 我们再好好见里面 再好好吃个饭 让他好好可以放松一下 因为 最后这一段路 我 我说真的啦 就是虽然我这样子安慰他 我 我自己 都很难想象 如果有一天 我需要陪着家人走 走 走最后这一段路 我应该要 怎么办 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态去面对 就是现阶段的我 现阶段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所以 就是 要跟大家讲说 就是爱要及时 就是常常关心身边的朋友啊 家人啊 这样子 那我也很希望他可以 呃 好好的度过 这段日子 然后好好的陪伴他的妈妈这样子 希望一切都好啦 但 有时候现实层面上 会 会 一直把你打回来 要去面对 说 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 当然 当然 这就是我们 必须得要去面对 必须得要去 承受的 可是 当你身边朋友 遇到这样子的困难的时候 或者是遇到这样子的难题的时候 这个关卡 嗯 你心里的那个 舍不得的心态 还是会一直 涌现 然后希望说 哇 如果可以多帮一点什么 我有跟他讲的时候 如果你有 任何需要协助的 一定要跟我说 我就是 我能做得到的 我能帮得到的 我一定二话不说 去帮你 真的 就是大家真的 爱要及时 好不好 自己身边 朋友 家人 如果都还在的话 真的要 好好的跟他们说 爱你啊 或是想你啊 甚至有些像我自己北漂 爸妈都在台中 我很 我很常就会想要回台中看看他们 所以其实我九月的时候就回去两次 可有点太多 但我有在计划 大概十一月的时候 要再回去一趟台中这样子 就觉得 长大 以前都住家里嘛 觉得哇 爸爸妈妈 每天都看得到 见得到面的 不会觉得说 他们是不是 变老了啊 或是觉得 他们是不是 身体有没有 出现什么样的异状 可是 当你久久不见他们的时候 就会 哇 好像真的要关心一下 应该说 时不时 定期就要关心一下 然后可以回家就回家 多多回家 多多看看他们 这样 也让他们看看你 因为 平常见不到面嘛 都是要继续联络的 这样子 我觉得 以前都不会想要这些啦 但长大之后 就会想要这些 尤其 自己身体 有时候会出状况啦 像是会 像我现在感冒 就会觉得 哇 身体 健康真的很重要 要顾好 那 尤其爸爸妈妈 就是 他们年纪越来越大 也 开始五十几岁 奔上六十岁了 所以有些 身体的基因的人 可能没有像以前 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 就是多少会 多了一个顾虑啦 但我觉得 这个顾虑也蛮 怎么讲 有时候也蛮甜蜜的 就是 你在 忙碌 奔波的过程中 其实你还有一件事情 可以让你挂心 是 我觉得是 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责任的感觉 是 不会让你觉得 生活无所事事 或是生活很 盲目 的感觉 的这样子的 存在感 应该是说 这样子的存在感啦 对 那第二首歌是 不得不 来自跟 徐赞颖合唱的 歌曲 那 再来第三首歌 找了爱宜良 填词的 相口那间 主要是在讲说 相口那间 面殿 突然歇业了 这种感觉就好像说 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个 回忆 瞬间被抽离的样子 那 第四首歌呢 是七月 是在讲 毕业季的这种 再见 但又不全是 不全然是那一种 说再见 因为毕业不一定就是 完全的就此 离别 有些人可能是啊 但有些好朋友 就算是毕业了 还是会 还是会继续 联络 继续分享 生活的那种过程 再来第五首歌呢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这首歌也是 我上专辑 最喜欢 最喜欢的歌 那这一次呢 我有去威力安的演唱会 这首歌也是我 整场演唱会里面 最期待听到的歌曲 现场真的很好听 威力安 真的很可爱 尤其 她那个最后 那个结尾的时候 就是整场演唱会结束 然后她 邀请所有的 乐手 和音 在台上的所有表演者 然后 大家手牵手一起说 一起用海狮说再见 用海狮那个 超可爱的 可爱到不行 怎么会有这种歌手 烦耶 这首歌呢 是献给歌迷朋友的歌 其实老实说 跟再见 没有很直接的关系 但是换个角度想 就是 我们可能一生中 都没有想过 要跟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人 说些内心的话 就是也没有想要表白过 没有想要好好的感谢 因为习以为常 所以觉得理所当然 但是最重要的人 往往却是 占据了我们人生的 好大一个篇章 所以在说再见之前 好好地跟最重要的人 说些心理的话 才不会留下遗憾 是这首歌 让维里安决定 放在这张专辑里面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这次去演唱会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哇 我真的是维里安的歌迷 我其实在Sons of My Life之前 我都只是觉得 维里安就是 唱歌很好听 创作很厉害 但老实说 我不太会主动去 听维里安的歌 然后Son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之后 一直到这一次 去看演唱会 我甚至是买了 三楼的位置 就是比较后面的位置 因为 怎么说 我不觉得我会唱 很多维里安的歌 我也不觉得我会像去张辉妹的演唱会 一样这么样的投入 结果听完之后 老实说 就是我有点后悔 因为就算我是一个人 去听这次的演唱会 我都好希望 我是买在那个一楼的位置 我几乎可以全场跟着唱 就是听完这个演唱会 我才发现 维里安一直存在在我的生活当中 然后陪我度过了很多 我不以为然的阶段 像是听乘船的时候 我有坐高铁的画面 然后听到还是会的时候 我有跟高中朋友 一起练吉他的画面 然后听到因为爱的时候 有在吃下午茶 喝咖啡的画面 然后听到心醉心碎的时候 有一个人躲在房间哭的画面 就是哇 很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没有料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感受 然后真的很谢谢我朋友帮我抢到票 超谢谢的 然后也很谢谢自己 就算是这一次是一个人去看演唱会 我也乐在其中 当然也很谢谢维里安 送给我们这首歌 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我相信很多人 这次会去听维里安演唱会的人 因为他毕竟只开两场 真的是 要嘛真的是铁粉中的铁粉 你才会这么样迫切 想要抢到这两场演唱会的票 然后想要去听维里安的演唱会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在看演唱会之前 没有觉得我是超级大歌迷 或是超级大铁粉 我就是觉得哇 我会觉得维里安在华语乐坛里面 是有一定的分量在 然后她的演唱会是我会想要 这一生中想要听过一次的 就好像是蔡依林的演唱会 好像是五月天的演唱会 她这个指标性的 对我来讲维里安的演唱会 也是一种指标性的存在 就是我会想要体验一次看看 但听完这一次演唱会之后 我可能不只会想要体验一次看看 她也算是列入 南版张惠妹的感觉 就是张惠妹是 她只要有演唱会 我一定会想要抢票去看 不管她有没有出新的专辑 或是有没有出新的歌曲 她只要有开演唱会 我都会想要买票看 那维里安有点进入到这个层级 就是我自己的心中 有点进入到这个层级来 就是她如果有演唱会 或是有任何的专场表演 售票的 我都会想要花钱 然后去好好的享受一番 这样子 所以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这首歌 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 而且她是在疫情期间 开直播的时候 跟歌迷朋友聊天 聊聊聊聊 然后歌迷朋友就说 不然要不要写一下 写给歌迷的歌曲 然后她就觉得 好啊 就有这首歌的出现 所以不只是对维里安来讲 我就对歌迷朋友来说 都是别具意义的一首歌曲 很轻快 然后很浓烈的一首歌 对我来说 是很浓烈的一首歌 那再来第六首歌曲呢 是之前发行过的单曲 忽然 我其实比较想要 直接介绍下一首歌就是 没有人想念没离开的人 我先大概跟大家 好了 我就直接介绍这首歌曲好了 这首歌呢 是维里安 在这一次专辑中的 第六首歌曲 那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这首歌维里安 希望的氛围是什么好了 她其实希望 她希望的氛围是 想象在一个 很大的壶 然后在壶的最中间 有一艘小船 人在上面唱歌 唱得很孤单 很孤寂 那壶的旁边都是山 充满了回音 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好 那这个意境 我觉得最酷的地方呢 就是 混音师呢 她是一位外国人 她其实不懂歌词 在讲什么 纯粹就是听维里安 阐述她想要听到的画面 然后去混出这首歌曲 我觉得很屌的地方是 我再还不知道 这段故事之前 就是维里安跟回音师 表达她想要阐述的画面 就是我一开始 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自己的画面 就是在一个充满水的地方唱歌 因为大家仔细听 不只是一开始 就是歌声的残响上面的渲染 我觉得比较直观的讲法 就是回音很大 很像在浴室里面唱歌 然后你们再去听第一段 就是开头的第一段 在左右声道的地方 有两把电吉他 我觉得是两把电吉他 他看来也是一把 然后片左片右而已 就是丢左边丢右边而已 我不知道 但我自己听下来 是两把电吉他 然后他弄了一个 相互延迟跟增加残响的效果 超像水的涟漪了 真的超级像 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 第一个画面是 蹲在浴室的正中间 就是唱歌的人 蹲在浴室的正中间 然后浴室石答答的 烟雾朦朧 烟雾弥漫这样子 然后蹲在浴室正中间的 那一个人边唱 边用手一直去点他 脚下的那个积水的地方 就一直这样点 一直这样点 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到 就一直这样点 这样 点那个水这样子 对 就是边点 点点点点点 然后边唱 那个点点点的那个感觉 就很有连依的感觉 就是有连依的这种画面 这个很酷 然后回音师也好厉害 这首歌 是我整张专辑 第二有画面的歌曲 非常好听的歌曲 而且在演唱会的时候 在演唱会开始前 不断repeat这首歌 在小巨蛋里面 很好听 而且也是我 在这张专辑里面 除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还有我等一下要介绍 这首歌曲之外 它是第三首 我印象很深刻的歌 不得不是因为MV啦 就光听歌曲的话 它是第三首 我印象很深刻的歌 那我刚刚说 这是整张专辑 我觉得第二有画面的歌嘛 那这张专辑 最有画面的歌曲 是哪一首歌呢 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 也是在专辑中的 最后一首歌曲 明天再见 这首歌呢 邀请Hush来写词 然后你就会问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跳过 take me away 好 我就老实说 take me away 我的共鸣比较少啦 所以我就不太好意思 去介绍这样 OK哦 所以明天再见这首歌呢 好啦 反正就是明天再见这首歌呢 我觉得这首歌 从词曲到编曲 然后到歌名 唯一 灌满我脑海的画面就是 回家 完完全就是回家 我觉得这首歌 超适合 当成新一代的 那个费玉清的明天剑 就是所有的图书馆 所有的健身房 任何 任何 在闭店前需要播放 飞玉清的明天剑的营业场所 我都建议可以全面改放 威廉安的明天再见 这首歌太有回家的既视感了 就是它是我在上班 绝对绝对不会听的一首歌 因为会很想回家 会很想要马上躺在床上 然后跟这些说 晚安晚安晚安 这就是这首歌带给我超级强烈的画面 我那时候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就觉得哇塞 好险我是在家里听的 我如果是在公司听 而且如果是那种 早上啊 刚到公司 或是中午午休收听 我就会觉得那一天 一定会过得超漫长 因为我会非常想要回家 然后Hush写的词也 很有深度 我觉得Hush写词 其实Hush写词一直以来 都让人很有画面 那我觉得文廉安这次的专辑 找到这么多的人来协助他 跟帮他填词啊 是蛮好的一个合作 Hush这一次真的 他也只是听文廉安说 他这一次整张专辑概念是 Memento Molly 然后想要传达的概念是再见 然后Hush就 天天天天天 这首歌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子 我结束在这边会不会很好笑 我其实 我其实有在思考啦 因为这整张专辑在讲再见嘛 然后 我有在想说就是 我会怕这整集很沉闷 就是因为都是在讲离别 而且不是这么多人喜欢讲离别这个话题 就是不愿意去聊离开这种话题啦 就是我会比较喜欢用比较轻 比较轻松的方式 然后去聊一下这张专辑 威力安的明天再见 我希望他明年的金曲奖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 老实说我真的觉得Son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在金曲奖上面没有获奖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你怎么讲 就是他的对手真的很强啊 那一年的金曲奖 就去年是不是 去年金曲奖真的很死亡 还是前年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很可惜Sons of my life 这张专辑没有得到一些奖项 那这张专辑明天再见 我希望在明年的金曲奖上面 真的 威力安可以好好发挥一下 然后也恭喜他 他最近刚结婚 对不对 刚刚说 你知道他 他真的是少数几个 发布说结婚的时候 然后我朋友会特地 忘记是我朋友 还是我姐 特地截图 然后传新闻的连结跟我说 威力安结婚了 这样子 的歌手 就是 默默的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关注他 但是 才发现说 他的歌曲是一直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 你没有很认真听过威力安的歌 但是 你会发现 其实蛮多歌你都会唱 他的蛮多歌你都会哼 都听过 然后都会唱 有点像 蔡依林 对于我的概念 就是 我也不是会好好的去听蔡依林的歌的人 但是我会发现 他的歌其实蛮多我都会 什么特务J啊 还是 看我七十二扁啊 之类的这种 就是 蛮屌的啦 真的蛮屌的 然后最后呢 再容我 贴心的 提醒大家 最近早晚天气都 温差都蛮大的 都蛮冷的 还是要注意保暖好不好 我希望我下一集 的声音可以回来一点 不要再是鼻音了 真的很烦 感冒真的很烦 很麻烦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我忍了一个多礼拜 没有吃咸酥鸡 我在昨天终于吃了 觉得很爽 但吃完的 昨天晚上 又稍微渴了一下子 因为还没有全好 所以 感冒很麻烦 不只麻烦到自己 可能还会麻烦到 同住的人 家人 或者是室友 都有可能 所以 早晚天气温差很大 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 注意 多穿一点外 多穿一件外套 如果你是在公司 像我自己就在公司 会多放一件外套 放一件薄外套 然后骑车的时候 是穿比较厚的外套 这样子 就是让自己的 体感的温度 不要变化太大 尤其大家 现在都在冷气房里面工作 或者是有些人 是在室外工作 有些人要淋雨 还是什么的 真的太容易感冒了 而且疫情还没有结束 疫情真的还没有结束 大家 每天都还是有几万人确诊 虽然 真的很像流感了 我 我那天跟我妈 聊天 前几天吧 前两天跟我妈通电话 然后电话接起来 讲没两句 她说 你确诊了 我说 没有 我就是感冒 还没有确诊 她说 哇塞 就是感冒就算了 还没有确诊 因为我们都有保保险 她就觉得说 有点理亏 就已经感冒了 不能休息 不能待在家 然后还领不到钱 这观念是不太好的 大家真的不要为了去领那个保险金 然后故意让自己中奖 我觉得 不要啦 尤其我听到蛮多朋友的后遗症都蛮严重的 就是Long Covid 我听到最严重的是脑雾的这个后遗症状 很恐怖耶 大家知道脑雾是什么吗 脑就是大脑脑 然后雾是迷雾的雾 水雾的雾 它最严重的就是会失忆 而且失忆的层面很广哦 我听到国外有人脑雾很严重 它几乎是疫情一开始就中 就确诊了 所以大概是2020年19年那个时候 它就确诊了 然后它得完之后 将近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深受脑雾的摧残 就是它严重到甚至要在 浴室的镜子上面贴刷牙 要怎么刷 因为它会忘记怎么刷牙 这就是脑雾很极端的症状 大家知道吗 我自己之前在健身房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顾问 就我们的业务 他有蛮 因为那时候疫情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蛮多会员会确诊 然后我们的业务就有服务的会员 他的脑雾症状就是 他在聊天聊到一半的时候 会一直重复问刚刚问过的问题 就假如说 因为他们签约的时候 要入会签约的时候 或者是要续约的时候 都要身份证跟信用卡 要去做扣角的动作 那他在这个聊天的过程中 大概半个小时里面 总共问了快要五次还六次的 我刚刚信用卡给你了吗 然后我们顾问就真的是吓到 他说你已经问了第三遍第四遍了 然后他就说 你看这就是确诊后的后遗症 脑雾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为了去领那个保险金 然后可以让自己中奖 我知道很多人是 今年年终就是四五月的时候 才续保保险防疫险 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哇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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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一辈子都不要得 能不得就不得 虽然最后他可能会变成流感化 就是真的 可能大家都要得过一run 之后才会比较好转 但我真的觉得还是 尽量能不要就不要啦 我知道很多人会说 你要不要确诊也不是你能决定的 可是我自己身边有一个朋友的例子是 他的他的女朋友确诊 然后他是负责照顾他的人 因为他们就同居者 可是他们的防疫做得很好 就是真的是好好的隔离 然后好好的让他女朋友都带在房间里面 他就帮他买三餐啊 然后放在房门口 然后让他他离开了之后 可能去客厅或是回自己回书房的时候 他女朋友才开门把吃的东西拿进去 这样子他们真的是非常努力地执行这样子的模式 一直到他女朋友快晒隐性 我朋友到现在都还没有中 所以其实真的是看自己要不要做好这些防疫措施啦 那如果你真的很不care 反正就觉得会中 或者是你的生活环境比较复杂 接触的人比较多的话 就是你真的很怕万一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如果中奖的时候 他的那个病 就是他的那个反应 每一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我姐就超严重 我姐废在床上 真的是一个礼拜 然后咳到不行 感觉 感觉整个人快要死掉 然后一直烧 一直烧 一直烧 可是我其他的 其他朋友 他们确诊 他就没感觉 就是无症状那一种 顶多就是流个鼻涕 然后或者是喉咙有痰 但其他基本上完全没有影响 可是我听到最多都是 确诊完之后会喘 这是最多的 最多我听到会喘 所以尤其是如果有规律运动的人 我真的觉得比较确诊是最好 因为如果规律运动的人 在运动期间会喘的时候 我很懂那个力不从心的感觉 就是你明明以前可以这样子 但是你确诊之后却不能这样子 或者是你 明明以前可以运动一个小时 健身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你确诊后 你必须只要健身变成到 一个小时有二十分钟 或是一个小时半 因为你休息的时间变长了 你的组间休息的时间变多了 我知道那个会很 算是蛮大的一个打击 就是一种失落感 一种落差感 所以大家还是 不要小看这个病毒啦 真的不要小看这个病毒 然后不要跟 不要因为钱 然后让自己的身体 跟病毒过不去 好不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啦 希望我下一集 声音可以好一点 真的 我已经一个多礼拜 没有好好的骑车大唱歌了 因为完全唱不出来 所以先这样子啦 下一集再见咯 大家 拜拜 拜拜 OK